大家好 歡迎收看ET台紙湯 我是Debbie 我坐在身邊有AirStar的Ronald Ronald 你好 你好 歡迎你今天加入我們的節目 為何請Ronald來呢 大家聽到AirStar這個名字 不知道是否熟悉 虛擬銀行 試試是最流行的一種新的銀行模式 配合金融科技等等 我們知道很多網民 其實對於這個行業 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 亦都覺得很想去了解 為何一打開見到那些存款式 真是很吸引 Ronald 可否說一下 因為我知道你們已經開業了 即是6月11日開始 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 市場反應是怎樣 我們剛開業 由6月11日到現在 我們有很多客戶來開戶 我們總共的下載 是超過了3萬個 比起預期就好 比起預期就好 即是滿意了 可以沒有上限 我們希望取得越多客戶愈好 服務得越多人愈好 金管局推出虛擬銀行的牌照 希望可以做到 財政經濟 可以給大眾 是另一類的選擇 可以更直接簡單 客戶體驗是更好的選擇 我知道快捷 我們所有事都說到快 一個手機按兩下就能夠做 Ronald 提到 現在3萬多個下載 但我知道你們 6月11日開業 但其實你們事業 應該在3月開始就有事業 其實開業和事業中間的 那個trend 增長是否快 例如不論下載或客戶的增長數字 或者我解釋一下 就是我們分了幾個階段的發展 第一個階段 我們是做一個員工的內部測試 第二個階段就叫做事業 事業是一個員工推薦的親友 可以來試 推薦完之後 我們就不可以繼續做營銷 就停了 要等報告 要看一班新的客戶的反應 接著金工局滿意我們的成績 每樣都做齊了 就可以開業 開業可以正式對公眾公開我們的服務 所以你說成績就應該是6月11日開始 我們就開始 現在一個多月 對嗎 沒錯 OK 其實像你所說 你暫時來說都挺滿意 現在的上客的表現 會不會可以分享多一點 因為大家覺得虛擬銀行 好像是一些很年輕人才會玩的東西 你們應該玩Data Base 就應該看到那些分類 是 可以分類一下是否年輕人的比例比較多 老年人 我不知道老年人 大家覺得是多少 可能我媽媽那些60歲以上的比例 其實真的很少 我們在整個開業的階段 我們有見過一些情況 有些客戶的身份證是沒有日子的 只有一個年份的 哦 有些意思是 他是比較年長的人也有的 但是 又有一點點誤解 市場上覺得虛擬銀行 一定是比年輕人的 由我們的數據來看 其實我們大部分 都是30至40歲的人為主 這個都是我們的目標的市場 這群人對手機的操作和安全性 有相當的信心 第二 他真的有些錢 好像是有理財的需要 我們就要幫他 怎樣實現到很快地做到這件事情 正正就是我們瞄準這群人 我們接下來的一些功能的建設 都圍繞著怎樣方便到這群 主要銀行 就是很多銀行活動的人 是更加方便他們 你們的業務裏面 跟一些很傳統的銀行一樣 存款、貸款 你們事業期間其實已經開始做了 現在大家都知道疫情 很多事情其實變相 我們面對面的機會少了 我們都要戴口罩 是的 很多事情都在網上搞 有些說法就是 變相可能對於虛擬銀行來說 是一個危中有機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還是你見面到疫情期間 其實真的對你們有幫助 還是反而不是 貸款方面 真的看到其實反而沒有甚麼需求 分兩邊 開戶和用傳風服務 實際上我們推行這個 即使用Mobile First 或者Virtual的方式去做服務 是真的幫助到大家的 可能身邊朋友 都會有很多人 覺得要去銀行分行排隊 那就關門了 就算開門 它有限人數 我自己有個朋友 中午吃飯下去要拿張籌 那張籌是下午四點半 他去改個地址 如果用虛擬銀行服務 就很簡單 在APP上做了所有事情 這個就是客戶服務那邊 我們看到有很多申請 整體的需求 我相信是在增加 因為大家都可能需要 去一些周轉上 需要找銀行幫忙 今天就出了本地主要銀行業 我想很多股民就很擔心 變相令大家想起 在虛擬銀行方面 其實情況會不會都是一樣 不過Ronald剛才提到的一件事 很有趣 很多人玩慣手機 用電子支付 說真的我現在出門 很少帶現金 少少錢 如果手機不見了 就很麻煩 完全都付不到錢 最近有一個國際研究機構 做了一個調查 留意到Nelson 李森 他們在6月訪問了超過1,000個香港人 了解他們對虛擬銀行的認知程度有多高 有多驚訝 因為原來他們發現了 在2018年時 知道虛擬銀行只有67%的人 到今年做這個調查 已經高達93% 然後他們說除了認知程度之外 其實還留意到些甚麼 就是說原來有38%的受訪者 就說如果要你 說出一個本地虛擬銀行的名字 你能不能說出嗎 說不出 然後就說 如果虛擬銀行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足夠理解 有40%的人都覺得 好像都沒有很理解 但他們是願意去嘗試的 那份報告我看到內容其中一件事 就是金融科技有很多人不熟悉 所以令到他們卻步 不肯踏入這裡 其實你覺得在香港搞虛擬銀行 遇到甚麼困難和挑戰 說了那麼久 我想剛才Debbie說的那個問題 我們都認識到 一定是一件新鮮的事物 一定是有一些早期接受者去嘗試 然後就開始一個MASK的Public去嘗試 那有些Lagger在後面 就是你永遠是 即見到別人試過OK了 我就私行進去 有些人甚至乎等到 沒有了一個分行之後 他才知道 真的要去上網做了 那會有這樣的情況 這件事情不足為奇 所有的產品的cycle都是這樣的 我們都很高興見到我們的客戶 就來嘗試我們銀行服務 除了他可以享受的息口之外 他們都給了很多意見 其實 例如呢 我都想知道 例如 譬如說 我們有3.6厘的推廣 他說3.6厘的推廣好像不清晰 可否擺出一點 我們就把它擺出來 有一些信息披露 譬如貸款那裏怎樣做 我們又將流程優化了 譬如有很多客戶對於轉錢 怎樣用FPS 怎樣登記 可否簡單些 我們又做了一個優化 有很多朋友提出意見 譬如說 我們真的可以拿錢 你們會不會做卡 這些我待會都會問 很多我們客戶 就給了很多很寶貴意見 我們都擺放進我們的發展桌上 這樣去做 希望可以跟我們客戶一起成長 你看到我們現在的服務 就比較簡單些 就可能有全態 我們接下來會再豐富我們的貨價 一路一路做一些東西 會是給客戶一些角度 會令到覺得 原來可以這樣做 一些創新的產品體驗 稍後我會再問心一點點 其實有很多客戶 都給了一些意見 其實都是基於本身 你們有一些業務 然後做一些流程上的優化 但譬如之前我都見到 有一些社區的調查 譬如甚至清協 都有問過很多年輕人 你覺得虛擬銀行方面 有沒有事情令你卻步 有些人就會提出 那些私隱保障行不行 因為你始終真的 你找手機做任何這些事 你是害怕 還有最近大家都會知道 有個別人一定會很抗拒 我的資料會不會交給誰 類似的 其實你們也有沒有收到 這些查詢或憂慮 而如何釋除他們的疑慮 我想我們沒有一些客戶 表達過有這樣的關鍵 我們在處理客戶資料上 都是按照最緊的那套標準 因為我們受監管機構 金管局的指引 或者法例上的指引 我們都要跟隨的 我們的手機APP上面 就顯示所有的資料 客戶可以查詢 譬如 他何時登入過 哪部機登入過 如果你看一般銀行的APP 你看不到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都會展示所有給客戶 他有些資料 甚麼資料 有甚麼加密的機制 他可以看得到 譬如有些客戶 譬如要看譬如要看advise 甚至乎他不收銀行的訊息 剛才所說的改地址 全部在APP上可以做得到 所有這些資料 都是在我們銀行的狀態中 所以是很安全 很好的一個環境 去到我們的客戶 就令到他們便宜 我經常都說 客戶不僅是開個帳戶 他要擺錢進來 是的 他一定是 很多疑慮 是的 即是他沒有釋除他的疑慮 他是不會擺錢進來 所以得到客戶的信任 是重中之重 因為初初吸客就很容易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 有8間虛擬銀行 獲得發牌 當中開業的有3間 當中AIRSDA是其中一間 之前亦都有中安 最新有VLAB 亦都已經開始 我發覺很多的共通點 都是初初用息有 因為這個跟股票一樣 總之高息大家一定會看一看 很多譬如都很誇張 你們剛開業時 例如高息活期 頭兩萬元是3厘6厘 有些行家都是以高息掛稅 但我發現開業後 不知道是否競爭問題 其實跟傳統銀行看齊 息減得很快 定期息 看到短、中、長期 減幅誇張 譬如中安就誇張 我看到兩個月之內 減了十次息 我想問 其實在營運 這個虛擬銀行的角度上 其實是否都反映到 用高息去濫存 這個策略是不能夠長久 我想 息口的走勢 就好看市場的環境 其實大家都見到 那個刷息一路一路落 香港有很多錢進來 所以銀行要調整的利率 是必然會做的一個動作 我們剛開業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做到高息一點的情況 希望我們新的客戶 可以享受到高息 可以來嘗試一下我們銀行服務 因為每一家銀行都不同 我們希望可以控制到 資金成本在一定的範圍 我們現在做的息口 都比同業高一點 大家可以查一下最新的情況 就是因為虛擬銀行 可以將一些節省的成本 給客戶 即是沒有實體 至少不用租舖 是的 即那個營運的效率 是比其他傳統銀行會高的 我想是 我們是很得息的銀行 即是很隱暢 即是走得快一點 去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開發周期都很快 所以每一樣東西 我們都不停地去跌代一下 即是用一些英文叫Sprint 每一個Sprint 每一個Sprint 就做一些產品出來 我們做的產品 不是用Bitbank的形式 我一推出來就很震撼 我們不是 我們是做一件事 我想客戶可以得益得到 可能三分之一 下個月出來 可能做三分之一 那就做了三分之二 再下個月出來 可能做三分之一 那就100%了 這個策略是否也因為 說真的 有時我只看哪個高息 你可以在電話上 做到這麼方便快捷的事情 我轉會都是很容易 所以在你們的設計 你們的產品的時候 是否都要想好 是一條路線圖 才能夠固定他們的忠誠度 對 就是客戶的觀感 和客戶留下的原因 我們都是要不停地去 去挑戰我們自己 不時也要看看 和客戶的競爭是怎樣 但總之來說 香港其實有 早兩天的新聞出來 14萬億的存款 例如我們虛擬銀行 例如市的 都可能是早期適應到 願意嘗試虛擬銀行服務的人 對於14萬億來說 我們其實不是一個很大的量 可能零頭已經浸了我們 但我們都願意 給這班人 願意嘗試一些新事物的人 一些得益 我們省到的就給了他們 我希望嘗試 大家一起去創造這個氛圍出來 因為在外國的例子 因為虛擬銀行在外國 其實很多已經很成熟 英國也是比較多 美國也有些很出名 是不是 Charm 他們很有趣 剛才你剛才看到的存款 14萬億 另外想起虛擬銀行 其實被譽為挑戰到 傳統銀行地位 在外國其實是正在發生 譬如在美國 某間虛擬銀行 開始不能夠 然後慢慢按揭貸款 可以佔到整個市場 超過10% 即是幾年之間 你會怎樣看虛擬銀行 和傳統銀行的關係呢 究竟是協同效應 互相互補 還是真的挑戰得到 傳統銀行的地位呢 我想不可以用挑戰去說 虛擬銀行其實是一個 補充了傳統銀行的一些位置 可能過往10年 20年見到銀行的服務 都有一些 Digitalized的過程 他們都做得很快 他們做得很快 但是相對來說 跟社會或其他的產業鏈 Ecosystem的對接 或者一些新的產品的創新 很多都還沒有很好 虛擬銀行出現 就是由另一個角度去思考這件事情 剛才Debbie說 是否一些優化的措施 其實不是優化的 是Re-Engineer的 有些步驟 我們是想為何要這樣做 為何不敢做 這樣做好一點 客人按少兩個按鈕 客人提供少一點資料 快一點 快的意思就是什麼 快的意思就是 我們自省到成本 客人方便了 體驗好了 所以是有很多好處 我們只是剛起步 外國做了十年 我們剛起步 你說十年之後是怎樣 我可能亂用一個數 十年之後可能有一半的人 有Virtual Bank的帳戶 即是等於現在 每一個人的手袋裏面 有四張貨幣 會多一個帳戶 會多一些方便 我想每一間的虛擬銀行 都有自己不同的 長處或產品的特色 我覺得可以是這樣的存在 是嗎 可以是這樣的存在 即是貨幣可以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最重要是看看有沒有機密 說真的 這麼多人虛擬銀行 其實每天都在外國的例子 都是一樣的 一定是東西很快 幾秒就完成 簡單 然後簡單 收費低 很多隱藏收費基本上沒有 所以這些大家都基本有 但是那些機密上面是怎樣扭出來的 譬如外國有些 我看過有些 譬如韓國有一間Caco Bank 其實他17年開業 其實我記得他第一年 仍然虧了差不多7億港幣 接著他第二年 已經可以將虛損大幅收窄 然後很快 其實你見到他是上來的 但是他都會有些機密 例如他有一個通訊系統 就是Car Talk 亦都攬到他大部分客戶 美國有一間 看見畫面上 譬如C字頭 用四年時間 已經變成行業的領導者 就因為 原來他可以早兩天出薪給你 逛逛的年輕人就覺得 挺好 星期五出 星期三就有錢 先進入戶口 這些東西 你們現在有沒有設定一些什麼 很適合香港人口味 吸收到一些外國經驗 來引起一些新體驗 我們其實剛才說 我們很多時在開發的時候 都是想有什麼新的東西 可以帶到給市場 我們會不停地去想一些新的東西 我們開發周期裏面 都需要有些新的東西 都需要報監管去看看 可不可以才能推出來 所以現在就不是最方便的時間 去說 但我想我們的路向是這樣的 我想你剛才提了一些很好的例子 我們都會由不同的角度去想 例如剛才說的 有些購入的服務 有些購入的服務 或者為何要 好像很傳統的去做呢 我們可不可以做快一點呢 我們在7月3日 我們推出了一個信數據 不用交文件 就可以批准的貸款 我們6月11日開業 7月3日就有一個新的產品 8月我們又會另一版 有些新的產品 即是你們每個月都會有新產品 幾乎 基本上想做到這樣 幾乎是每個月都會帶一些驚喜給客戶 因為例如銀行 我見有些人之前看報紙 都會發現 其實每間都會虧錢 2019年未開業之前 因為有些初創的資金 已經在這裏 但是其實這麼多間 合共虧了超過11億 我記得有些人都分析說過 就算外國很多 平均你Break Even 都要4、5年 有一位你們的對手 現在香港都在開業 都提過 可能都要4、5年 在香港才Break Even 你們有沒有路線圖 或者一些目標 何時可以盡快做到收支平衡 當然越快越好 不過我想我們首要做到一個好的產品 出來給客戶先的 得到客戶的信任是最重要的 當客戶信任你的話 自然的收入 那盤數字就會好看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在做 有什麼服務 有什麼產品 或者在我們的客戶的回應上 我們做得很好 令到客戶有一個傳達我們 我們銀行服務的力量去做 比如我們做MGM 就是Member Gap Member 推薦親友的活動 都希望透過這些好的服務 看到立即有3.6厘 你可能用5分鐘時間 就開到戶口 放2萬元進來 一年有720元 一個月有60元 適合我這些 很衝動 如果有些錢 又可以做定期 推薦親友都會有 有價值卷 1.6厘 Total up to 2.8厘 對於現在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吸引 現在的額色向下走 我們還可以推出這樣的服務 都不錯 最好就是消費者 因為接下來都會比較多選擇 Ronald今天當然不會將商業秘密 在這裏告訴大家 一定要留意一下未來幾一月 本地這麼多家虛擬銀行 接下來會有些新優惠帶給大家 不過最重要是上去檢查 清楚一些條款 看看合不合自己 還有沒有什麼風險 謝謝Ronald 參與我們的節目 謝謝Debbie 希望各位網友 都對虛擬銀行這個題材 有更深入的了解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